一说到范冰冰什么国际饭啊 饭爷这样的称号呢 就扑面而来 然而冷不丁最近呢 她又有了一新的称号叫酱油姐 这怎么回事呢 因为在钢地霞中只露了几次脸就消失了 范冰冰最近成为了众多网友吐槽的对象 甚至有人直言 看她的出场还以为她走错剧组了 于是酱油姐的称号就这样罩在了范冰冰的头上 仅仅是一部影片就否定范冰冰的酱油成分 显然有失功影 要知道 早在几个月前 范冰冰在泰冰中的打酱油 可是打出了女神的风采 你好 我是范冰冰 从泰冰中惊艳亮相成女神 到钢铁侠三中可有可无让人走神 范冰冰一边被人吐槽 一边也占据了各大报刊的头条 从这点上来说 打酱油能打到范冰冰这样的知名度 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我觉得其实不用想那么多 管她在哪里打酱油 酱油打得有意思跟精彩 太久也是打酱油啊 打到让所有的人都很开心就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玩得开心挺重要的 而且是帮朋友 真的没关系 当然 范冰冰的打酱油也绝对不仅仅只是打打而已 其一是多露脸 没坏处 其二是帮朋友 讲义气 其三是有心机 听徐征怎么说 打酱油不仅能打上头条 还能不断地借人脉 蓄势待发 这样的酱油解翻冰冰 绝不是在打酱油 而是在给自己未来的事业加满油 最近 贺熊带领分手的郭富城 也在给自己不停地加油鼓劲 不过 给自己加油一定要注意说话的方式 他的女友如邪的分手言论 就一不小心犯了众目 其实是不对 你如果继续穿下去 你只会留他 你只会 伤口不会更加愈合 但是如果你能够可以没了另一个人的话 可能会做 就是这番穿鞋要合脚的暗指爱情的言论 引发了网友的集体吐槽 有人说 郭富城的下一部戏是阿凡达 因为主角不穿鞋 在众人集体吐槽的口水中 我们不仅想起了那句春晚中的名言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 而是无邪 最近 赵薇的至青春也频频被吐槽 有人说 这是环族青春吗 因为女主角郑薇从头到尾 仿佛是小贱子附体 还有人说 读了那么多书的赵薇 拍的还是爱来爱去的商业篇 对此 赵薇是这样回应的 文艺片 怎么说呢 现在的市场上 你想进影院看到文艺片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 然后电影越拍越商业 但是 怎么说呢 我觉得如果要跟观众见面 或者自己的第一部电影 我觉得还是要做好跟观众沟通的这个第一部完这样子的 因为如果一个电影 它都是追求它的所谓的艺术性 追求它的深度 不去考虑跟观众的这种情感的共鸣和交流 即便是一部文艺片 我也不认为会是好看的文艺片 对 不管什么的电影 能打动人的电影就是好电影 随着吐槽的声音潮起潮落 这青春的票房却是高开高涨 如此说来 或许我们的赵岛更期待的是 让吐槽声来得更猛烈些吧 又是二十四个小时 我拍两天 把大家全下热了 我这样的工作 让我非常有焦热感 看这一分之后都不出这种 它要开戏了 先进生三个月再过来 我身为一个演员 我非常敬畏他 因为我觉得他不只是 一个成功的演员 他也成功地告诉我们 一个导演应该是什么样 真的是重新认识的 我觉得真是很荣尽 这个组里的女孩 都没有你漂亮 都没有 女女卫是你把我 从地狱拉到了天堂 让我重走演艺道路 所以你得对我负责任 我想特别真诚地对您说 谢谢您 赵薇导演 范冰冰成了酱油姐 郭天王成了负心汉 赵薇成了艺员大导演 娱乐圈每天都有吐槽声 当娱乐变成了全民娱乐 这样的娱乐圈 或许才是有滋有味的娱乐圈吧